近来啊 一些朋友联系我 谈及了李克强知识 他们呢 几乎异口同声的说 使这老习啊 给害死的 我问他们 你们的朋友也都这样认为吗 他们的回答是肯定的 为什么中国老百姓都这样认为 因为这种认为啊 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这就说明了 中国出现政治变局 其实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习近平真的害死了李克强吗 总共二十大之后啊 习近平第三个任期的 人事布局中啊 增加了一些啊 我们需要关注的特点 也就是中央政法委书记 陈文青和公安部长 王小洪都进入了中央书记处 在七名成员中 居然有两名刀把子出身的官员 而在里面 这就意味着中共在加剧啊 特务治国的趋势 我的朋友啊 前中国公安大学讲师高光俊 律师啊就披露 说了在2018年左右 习近平专门成立了一个特别的部门 叫做中央军事委员会行动局 这个行动局的唯一论 就是暗杀和绑架 行动局啊 让中共所有的官员胆颤心惊啊 同时呢 也感到啊 叫群王此寒啊 高光俊说了 在二十大上胡锦涛被嫁出去 李克强啊 对他仕途的恩人连看一眼的胆量和勇气都没有 这种恐怖啊 就是习近平蓄意要创造出来的一种气氛 让所有的人都不敢挑战他 说起来了 这个高光俊呢 跟陈文青和王小红还有一面之缘 高律师啊 在任教中国公安大学时 王小红呢 到该大学进行进修学习 高律师是他刑事特勤课的老师 而陈文青呢 是高光俊的学弟 高光俊是在这个西南政法大学曾经学习 陈文青也是同校 应该说他们是校友 高光俊律师还说呢 自从习近平执政以来 中共干部子弟突然死亡的比率啊 就比文革以外啊 就就最高了啊 除了中共的党内干部 其实还有一些企业家 知名人士突然死亡的比率 比邓小平时代当然也包括啊 这个江湖时代要高的很多 这个比例不正常啊 这他要印证自己的观点 也就是死了习啊 干掉了李克强 他说了2023年7月 中共官媒宣布啊 中共中央警卫局原局长王绍军 因病医治无效 于啊 4月26日去世 那问题是为什么中共要隐瞒 王绍军死亡的啊消息呢 密布发伤近三个月 这就显得呀 很奇跷 再其次呢 中共前财政部长金能庆 2021年8月27日 他死了 并且他死得很奇怪 说了是在阳台上啊 被火烧成了重伤 送到医院不治身亡 终年77岁 一个退休的高官啊 一个金融高官 为什么会在阳台上 被烧成啊重伤 这的确让人难以理解 2021年4月12凌晨 上海前市长杨雄 因心脏病突发猝死 事后就有消息传出呢 他被送到了附近的华山医院 去了后啊 直说是重要人物 但没有通报官职 也没有带高干所持的红卡 医生并没有对他进行特别的施救 杨雄啊 是江泽民长子 江绵恒的心腹 曾经在2012年啊 中共十八大上 破例兼任 上海是市长 第二年成为市长 当时有消息披露 习近平打算派自己信任的人 出任上海市长 但却因江派的搅局而作罢 在红二代中啊 中共元帅之一 陈毅 陈毅有个儿子 叫陈晓鲁 71岁时啊 也就是2018年2月28日 在海南呢 突然心脏病突发猝死 这个心脏病突发猝死 看来还是一个高频率啊 多家媒体报道了 陈晓鲁啊 身体和精神状态良好 事发时突然晕厥 送往海南岛三亚3011月 一致无效死亡 他的死亡啊 与李克强很相似 陈晓鲁在红二代中 颇有影响力 他曾经呢 发表公开信 为文革中啊 批斗和侮辱老师的行为 公开道歉 据陈晓鲁的好友披露 陈晓鲁在一个饭局中啊 几句话 可能让他招来了杀身之祸 当时有人对陈晓鲁说 习可能比薄熙来还要左 啊 陈晓鲁就说了 中国在经不起折腾 他如果真的要走老路 那就干一切换人呗 不料陈晓鲁这番话呀 叫隔壁油耳 传到了习的耳朵里 于是陈晓鲁啊 就再也见不到第二天的太阳了 在商界名人中 死因受到广泛质疑的也有很多呀 啊比如说啊 中植锡创办人 谢之鲁啊 2021年12月18日 因心脏病突发 抢救无效死亡 享年61岁 但传闻称啊 啊 谢之鲁死在郁家 啊 郁家房啊 被发现时啊 郁家的绳索啊 扭住了他的脖子 所以有人说是自杀 也有人说是被谋杀 先锋集团实际控股人张整新 2019年9月18日 在英国伦敦呢 切尔西和维斯敏斯特医院去世 官方说呢 他是多重器官 衰竭 酒精依赖 急性仪藏严 抢救无效 但张整中啊 张整新啊 只有48岁 坊间不相信 他的身体啊 楼齿糟糕啊 2018年7月4日 这个大家知道啊 海航创办人 57岁的王健 在法国呀 啊 这个公务 考察 拍照 那个地方啊 啊 还是薰衣草的故乡 从10米的啊 接受审判啊 送回了中国 当之时 周来啊 是最少最早接受克格勃训练 之后呢 在上海组建 特别行动科啊 叫特特行特动科 或者特行科 专搞绑架暗杀 他的对象 他的对象不仅针对国民党的要员 在中国共产党啊 内部也搞绑架暗杀 1931年5月周来成立的啊 领导的这个特别科啊 成员就对投降国民党的顾顺章 全家酒口 还包括小孩 实施了灭门处决 尸体啊 就地深埋灭迹 共产党因路线舵争 其实毛泽东啊 还当时要对张国焘搞暗杀 但是呢 没有成功 张国焘最后逃到了加拿大 啊 所以高光俊就说了 习近平最欣赏的是书购 想仿效啊 也是书购 其中有一项他要学习的功课 就是绑架暗杀 所以他执政后 重新组建了这个特别机构 中央军事委员会行动局 啊 我们就总结一下 高光俊女士就认为了 李克强死于习近平的谋杀 为此啊 他还提出了李克强之死的十大疑点 啊这个在李克强遗体告别仪式上流出的视频和照片 李克强的女儿对习近平夫妇啊 叫陆木尔士 并且最蹊跷的是 只有啊 啊就是央视播出的画面 只有习近平跟陈宏 也就是李克强夫人的握手的啊这个视频之后呢就全部剪掉了 那是不是啊 李克强的女儿拒绝于习近平夫妇握手了 所以这也增加了李克强被暗杀观点的分量 习近平是普京的知心朋友 而普京就是前科格勃的官员 他的特长就是特别行动 绑架暗杀 或许啊 这老习从普京那里取了机日 才成立了中央军事委员会行动局 事实上习近平啊 也遭遇过近十次暗杀 啊在十八大前 他接班未定的时候 曾遭遇啊周永康的独争 北戴河刺杀等计划 在十八大召开的前夕 作为胡锦涛接班人的习近平 突然隐身十余天 啊齐先啊 他罕见的取下了 与美国国务卿 习拉里会面等重要的外事活动 习的隐身 据说是因为背部受伤 但传闻说不是游泳摔倒 而是被人啊 用椅子砸伤的 习曾经啊 险些被放在 人民大会堂的炸药暗杀 啊后来呢 是被提前发现 移除了 后被证为啊 是军队高层所为 随后呢 中共军队原参谋长 房冯辉和政治部啊 工作部主任张阳被逮捕 张阳在调查期间 自以身亡 似乎也证实了 或者说印证了 这个消息 李克强之史啊 不仅标志着 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 正式终结 也意味着 中国进入了黑暗的流氓 或者说特务治国时代 但问题是 习由此也走进了一个怪圈 他欣喜身边不忠诚的官员 但也恐惧官员呢 恐惧官员会谋害他 他不会相信任何一个人 身边的官员呢 也深知一旦被老习抛弃 命运将会很悲惨 于是呢 只要一旦有风吹草动 他们就会对习先下手为强 这样习啊 就越来越处于 更加危险的几地 你知道习近平啊 在开会上桌子上 为什么会放两个茶杯吗 朋友问 为什么呢 我访问到 朋友啊 诡异的笑了 各位 要是后事如何 切听 下回 分解 以后 请不吝点赞 – 电梯 请不吝点赞 – 电梯 请不吝点赞 – 电梯